来关心天气 今天的清晨 中南部沿海平地 其实仍然有一些 零星的短暂正雨 不过从明天上午开始 高压势力逐渐的回来 全台天气就更加回稳了 月到周末将会 一天比一天的还要热 尤其礼拜六准备要迎接 24节气中的大鼠 代表的就是炎热至极 要有心理准备 这一周是酷刃难耐的 那么今天的高温警报 亮起来的区域 主要是因为有着 西南风被封测一带 过山前价带来的增温作用 所以双北地区 还有宜兰 花莲 台东 都必须要留意 会出现连续36度的 极端高温 而降雨的情况 从定量预报看来 其实水气量并不多的 那么中南部局部地区 在清晨上午 还是有一些零星的 迎风面的降雨 而各地的山区 也是有一些局部 午后的雷震雨 不过到了晚上 这热力作用消散 这样你都会停止 我们刚刚也提到了 未来一周将会是 越来越热的天气形态 在太平洋高压势力笼罩之下 全台天气稳定又炎热 而礼拜二 礼拜三的午后 像是西半部地区 东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的雷震雨 至于礼拜四到周末 是非常典型的 所谓的高压天气 这时候有午后的对流雨 但是会限缩在山区为主 来关心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 好 首先我们看到就是 北部地区温度是 28度到35度 还是相当炎热 而中部地区的温度 是26到34度 再来往南 南部地区温度是 26到34度 至于东部地区 26到34度 还有外岛地区 是26到32度 还是要再三提醒 紫外线达到过量等级 防晒多喝水 明镜是否就会 进入小匙 入码春艺 可天鹅 到4度